北昌苏想要对付礼部 都不用亲自出手 随便找个人参上一本 太子的冷汉就挂了满满一脑门 但凡他要是敢当场顶嘴 那太好了 有豫王在场 不仅立马能怼回去 还可以顺势提出朝堂论理 反正咱以礼治国 那就请些诉诸大家来 与户部尚书当面辩论 祭司遗诚也好 尊卑上下也罢 左右明如论理这个传统 皇上断然没法拒绝 皇后听闻此事 一时还有点担心 生怕儿子会因为此事 失去了皇上的圣心 可再看看豫王 已经被他最爱的苏先生 彻底洗脑了 很简单 约诗是侧妃 所以太子说到底 也只是个庶出的皇子 就算以后要废了太子 改递他人 也没啥好大惊小怪的 还没说 太子这会儿已经慌了神 知道豫王一向礼贤下士 喜欢结交文人雅士 他自己呢 没整出个九十肉铃就不错了 如今还要比谁请的大陆厉害 他当然心虚 这下好了 豫王这头走的是人文关怀的路子 一时住行准备的那叫一个体贴入微 而太子那头呢 走的又是资金扶持的路子 只要前到位 文明天下才子如是 能直接挤满整个东宫 他请来这么多人 豫王自个儿挑的事 路今反倒有些起火难下 等他火急火燎的 将事情报告给梅长苏时 人家可一点都没处 梅长苏早就把后手给自己留好了 爱一个人是藏不住的 梅长苏情不自禁的为霓皇 取下发尖落下的花瓣 可等人家回过头 他又默默转过了身 即便霓皇的语气再平静 梅长苏依然听出了他的抱怨与委屈 那我倒想听听君主的见解 朝堂论里 你更看好哪一家 梅长苏这就开始点拨霓皇 当今的朝廷局势了 皇后无子便将豫王养在膝下 所以哪怕没有被册封为太子 豫王的身份也要比一般皇子高贵些 虽然看似是能和太子比肩 可实际上呢 请周老先生出山 而霓皇则带着满心的疑惑 偷偷藏起了梅长苏 亲笔写下的手书 他打开珍藏已久的小匣子 将十多年前 林书寄给自己的书信 默默拿了出来 女人的直觉告诉他 这就是寻觅已久的真相 一双手也开始微微颤抖 从希望到失望 霓皇的心已经碎了一次又一次 只因他的林书哥哥 还有更重要的事要做 梅长苏取出小牌 架在炭火上 两面翻烤烧至焦黄 他在等 等一个强者来打破朝堂论理的将决 来让这群面红耳赤 唾沫星子乱飞的如是 心服口服 此时身负重任的木小王爷 终于赶到了零隐私 可人家周老先生面都没露 派个小童来 就想把他打发了 木小王爷拿出了梅长苏 转交给他的玉禅 这玩意儿呢 可是周老先生 跟旧有约好的信物 你肯定是不认识 但是周老先生认识 可怜小书童拿着玉禅 将这间楼梯 跑了一趟又一趟 等第二次下来时 周老只问了一个问题 来者可否姓梨 姓什么梨啊 我姓木 得 又给小孩整蒙了吧 你等着 我再去问问 等木小王爷 一路将周老先生带进京时 太子跟豫王 还有他请来的儒士们 都快把嗓子说冒烟了 礼部的牌子也气氛熟了 周老到 木盘落 梅长苏看着炉底的炭火 一点点将手靠了上去 宗主 曾经的赤燕君少帅 如今的谋是梅长苏 他失去了一切 又背负着一切 好在 还有人一直都记得 周老先生 仅用两个问题 就释出了梅长苏的真实身份 首先 他能持有玉蝉 就必定与梨虫关系密切 要知道梨虫身居太富之位 虽弟子广布天下 但真正的得意门生 却寥寥无几 尽管梅长苏面容陌生 可这份独特的记质 周老却很是熟悉 梅长苏一番话 听得周老连连点头 接下来就是第二个套了 不知足下 可知梅兄佩戴 此蝉的寓意 蝉本是田径 与世无争 明娇一生想过一生 就像真是正直的心一般 梅长苏借曹植的蝉妇 既夸赞了梨周两位老先生 正直清高 与世无争的品格 又理解他们 无奈远居庙堂 却心系天下的卑靡 难怕如今被当成一个 搅怒风云的谋士 他也在为心中的大业奋斗 周老先生将玉蝉 又递倒了梅长苏手中 老先生临行前 还是提到了记忆中 那个明媚的少年将军 这一刻呀 梅长苏的心理 该有多复杂 承蒙老先生太爱 这个人 如今是再也见不到了 送别了周老先生 梅长苏明白 还有一个人 是自己怎么都 应付不过去的 迷惘对于我而已 终究和他人不同 如果梅长苏瞒不住他 就让灵叔来劝他吧 对于我来说